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时代的中国老百姓是非常苦难的 在那个大患难的世道中 种种战争的灾祸又伴随着饥荒 众生共业所感的天灾人祸是没有办法去扭转的 在这时应该经常制成策念阿弥陀佛观音菩萨 去感通佛菩萨的慈悲护佑就能逢凶化吉 我们在文抄中看到 印竹的皈依弟子们 由于称念佛菩萨名号逢凶化吉的例子很多 其中一例是这样的 印竹有一位皈依弟子是商人 有一天他带了很多钱出行坐船 他身材很胖 又穿着上等的绸缎衣服 一看就是富商模样 他一坐上船 就来了一批土匪上前抢东西 他一看跑也跑不掉 就开始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 念得非常专心 结果周边的人都被抢了 唯有他没被动到 好像这些土匪对他视而不见似的 就这么走过去了 他可是吓出了一身冷汗了 但是经历这件事情以后 他都觉得很奇怪 怎么周边的人都被抢了 唯有自己没有被抢呢 自己是一个看起来很富有的人 又带着很多钱 如果没有佛菩萨护佑 怎么可能呢 这就是由于称念佛菩萨圣号逢凶化吉的真实例子 但是即便如此 印竹也提到 持念观音圣号与念弥陀名号是有一个主次的关系的 还是要以念佛为主 念观世音菩萨名号为辅 因为信愿念佛不仅最终能蒙佛皆引往生 现世也能立即消灾避祸利益极大 印竹有一个注解 如果每天念五千声观音菩萨的名号 就要念一万声佛号 如果念一万声观音圣号 那就至少要念两万声佛号 是按这样的比例关系来增减 那么维吉时 一念观世音菩萨还是阿弥陀佛圣号呢 两者有何不同 净空法师回答 在维吉的时候 念观世音菩萨 是世尊在无量寿经里面教导我们的 因为你在极难的时候 不一定是你寿命到了 所以你念观世音菩萨能化解灾难 道理再次 如果你是一个学佛的人 是个念佛的人 你对这个世间没有留恋 极难来的时候也念阿弥陀佛 行 你不需要改变的 但如果寿命没有到 灾难一样化解 如果到的时候就往生 这两种不同地方再次 有弟子问 弟子平时念阿弥陀佛圣号 而在几次二梦中 或车祸前脱口而出的 却是观世音菩萨 或是地藏菩萨圣号而脱险 请问万一我真的车祸死了 这样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吗 净空法师回答 能不能往生关键不在阿弥陀佛 或是观世音菩萨 或是地藏菩萨圣号 不在这些 在你的愿力 你看五亮寿经三倍往生 前面是上倍中倍下倍 都是发菩提心一项专念 可是后面一段 那是独送一般大称的 不是修净土的 是念其他佛菩萨名号 修学其他法门 但是能把自己修学的功德 回向往生净土 没有一个不往生的 这你就晓得 净宗法门广大 阿弥陀佛告诉我们 绝对不是只有念阿弥陀佛 才能往生 念观音菩萨 念地藏菩萨 甚至于念要师如来 无论念哪个佛菩萨圣号 发愿往生净土 没有一个不往生的 从这个地方 您也能体会到 我们做人要有这个态度 心量要大 只要方向目标相同 用的方法不一样 没有关系 在这个地方 要向阿弥陀佛学习 有弟子问 弟子在身受病痛的时候 能同感众生受苦 也是这般的男人 当下生起 愿众生远离一切痛苦的心念 成念观音菩萨圣号 自身病痛也就消除了 又遇难恐怖的时候 及时能提起这念 了之自信不曾被 丝毫沾染 静自转而心安了 请问师父 在无痛 无事时 是否仍以此大悲清净心 来称念观音菩萨圣号 回向全球苦难众生呢 净空法师回答 你问得很好 实际上非常需要 现在全世界到处 都有灾难的报道 我们在大概一两个星期之前 在网路 在卫星电视 我写了一篇短文 劝告我们在电视机 跟网路前面 一同学佛的同学道友们 在每天自己功课完毕的时候 念一千声 观音菩萨圣号 这不是我提倡的 是应光法师提倡的 这一千声 观音菩萨 佛号 回向全球灾难的众生 这个做法对自己有好处 对化解灾难会产生效果 希望我们一起来做 所以你平时多念观世音菩萨 给一切罹难的众生回向 是好事情 弟子问 请问老法师 为何要普劝 全球尽忠同学 救护地球 持念观音圣号 而不是专念阿弥陀佛呢 无量寿经讲道 世间善男子善女人 若有极难恐怖 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 无不得解脱者 这是否对持念阿弥陀佛 信心不坚定的人而说的呢 师父回答 你是尽忠老同修 你知道的很多 你就用一句阿弥陀佛 回向就行了 不必改口念 观世音菩萨 可是 这个世界上 学佛的人不到十亿 全世界一般估计 大概只有五六亿人佛教徒 佛教徒里面 真正修尽忠念阿弥陀佛的 我们在想象当中 可能只有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 全世界念佛人 换算起来 只有五六千万人 现在世界有灾难 不学佛的人多 不学佛的人 你跟他讲阿弥陀佛 他不相信 你跟他讲 慈悲 讲爱心 他点头 所以佛教 我们能念观世音菩萨 能推动这样一个慈悲的运动 爱心的运动 就能够拯救世界 这是大慈大悲 这是真实智慧 人不可以感情用事 感情用事就看这个世界毁灭了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 到毁灭的边缘了 快到尽头了 如果我们还有这么多疑问 我们感到很悲哀 世界真的还有没有救呢 多少人提出这个问题 不学佛的人 不相信宗教的人 他会感叹 感叹这个世界还能不能有安定和平呢 这是世界人的声音 我们听到了 我们有什么感觉呢 所以佛法不是容易的 能信能解谈何容易 真正能信能解的人 哪里会有问题提出来呢 静宗佛主常说 这句佛号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有没有真正修行人呢 有 真正修行人在山上 他们没有问题 为什么 他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 自行化他 这句佛号念好了 自然回向法界众生 自然利益无量的众生 弟子问 无量寿经第28章 若有极难恐怖 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 无不得解脱者 请问 如果发生车祸或地震 被困的关键时刻 应该念阿弥陀佛 还是念观世音菩萨呢 师父回答 这个时候是紧急关头 没有长时间思考 遇到这个状况的情形 没有第二个念头 念佛求生净土 这是绝对正确的 因为这紧急关头 车祸你看到的时候 车撞过来 决定不能避免 这一撞 人命也没有了 观音菩萨也救不了你了 这个大地震现前的时候 这是顷刻的灾难 念佛求生净土 决定没有疑惑 如果你还有福报 你还能够信免 念阿弥陀佛也是非常殊胜 我们知道阿弥陀佛是 观世音菩萨的老师 所以要坚定信心 但是在防止灾难 预防灾难的时候 是为大众 为社会 为广大群众 念观世音菩萨 为自己 我自己是求生净土 这个为自己 为人要分开 为别人念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为自己念阿弥陀佛 要早一天生极乐世界 亲近弥陀 这就对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